绿印1934年游彩画布40号 此画是描绘当年的嘉义大病院的正门 就是现在嘉义市文化路的旧省立嘉义医院院址 这幅作品命题为绿印而不命题为嘉义大病院 可能是画家当时被逆光的大树和大树造成大片绿印所感动 灵感一来就命题为绿印似乎比较有意境 其实画面三分之二面积都是暗色调 蹭托出三分之一的亮面 亮面就是白色西洋式建筑 那就是嘉义大病院的大门 一般的医院大都采用白色 建筑的形式也是西洋式楼房 红色的屋顶更加醒目抢眼 正门潜艇有一座小圆环花圃 种植小树 树的造型都经人工修饰 令人觉得有生命力 而且医院和庭院都呈现在强烈的阳光下 可见当时画家想画的应该是嘉义大病院 三分之二的大面积是大树的绿叶 不是画家惯用的鲜绿色 而是偏蓝的墨绿色带有印良的感觉 绿叶中的核色树枝和右下角的木板色 用来平衡整个画面的色调 尤其树立的黄白色招牌 可以把沉闷的阴暗面提亮 来配合建筑物的阳光面 树旁有一走廊也用阴影表现 里面有两个人物和红色招牌 也有提亮的效果 此画位置是位于文化路旧省立医院 90年代牵至北港路中心路口 原址辟为中央广场兼地下停车场 因为临近中央喷水池 顾名中央广场 旁边有市定古迹人物宫 俗称大道宫庙 广场对面的蔬果蔬食 属于王品集团 具有全国知名度 本文集团 还有 10 本文集团 招牌